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掉了 好,那我们现在是2019年12月17号 这边当地时间,芝加哥时间的周五晚上的十点 那我们明天早上大概五点半起来 就要赶夏威夷的飞机,飞机时间是8点20 我们两个刚刚洗完澡,现在都是素颜哦 然后我们现在最后再check一遍我们刚才已经准备好的箱子 那我们这次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拍婚纱 这个大概会占到我们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然后具体的内容之后会给大家带到 先带大家看一看去夏威夷要带什么东西 婚纱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带婚纱了 那这个婚纱我是在David's Bridal这个牌子买的 Vera王 by White 然后Vera王 by White Vera王大家都知道 然后Vera王 by White就是Vera王下面的一个比较平民的土牌 我们以后可以拍一集在美国挑选婚纱的一个小视频 中文介绍一下挑婚纱 然后除了这个婚纱以外呢最重要的一个配饰就是头纱了 这次我们准备了长中短三种不同长度的头纱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小的 然后上面有珍珠的配饰 我是在Appsy这个网站上一眼就看中了 我觉得非常特别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中等长度的纱 然后它戴上去的话大概是到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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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头纱 然后 刚才那个中等的纱我也是在美国买的 这个我是在中国的大淘宝买的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长度 分掉了 对 是吧 想一下我在这个沙滩上穿着这个头纱 转一圈是不是很有感觉 然后呢 我准备了一双搭配婚纱的婚鞋 这个是Jimmy True的blingbling的渐变色的六笔笔的高跟 我们这次呢是去七天这样子 从这周六到下周六 所以呢 然后那边呢是夏天 大概冬天的话 夏威夷的温度大概是22到28度左右 不会特别热 然后那边现在是雨季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男生的话 我除了拍婚纱 带一套像这种休闲的西服 然后带一个衬衫这样子 然后会带一些领带 除了这之外呢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我会带个三件的短袖 三件短裤这样子 然后因为登山嘛 所以我带了一件北面的这种登山裤 应该是防雨的这种登山裤 然后再加一件冲锋衣这样子 这样的话登山登起来会比较方便 然后其实女生的话也差不多 她也带了一件登山裤和冲锋衣这样子 带一些必备的药品 比如说有些胃药啊 或者说这种跌打损伤的药 这个Slow Pass非常的好用 还要带一些穿可贴之类的 还有安眠要就是推黑素 因为夏威夷跟芝加哥是有一定的时差的 我们怕到时候睡不好觉 对的时候用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我这次的拍摄设备是带了一台微单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然后再加一台GoPro 我觉得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毕竟出去旅行嘛 如果带太多的摄影设备的话也会太重 当然我还带了一个三角架 对对对 还带了一个三角架 其实已经有点多了 然后现在是芝加哥的晚上11点左右了 你能拍到我的脸吗 可以是吧 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 然后录完这段话 我们待会就去睡觉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形成的大概的一个规划 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这次是去夏威夷玩七天 首先天气方面的话 夏威夷以及全年的温度都是在摄氏度20度以上的 全年的温度差不多 但是夏天的话是它那边的旱季 就没有什么雨 冬天的话是那边的雨季 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话 现在是12月份 所以现在去的话 有些岛屿会有经常下雨 特别是你走到比较海拔高的地方的话 会有雾蒙蒙的这样一个景象 但是下不下雨 反正这个东西也要看单地的气候来决定了 那个机票的话 我们这次是大概是700多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是我们是用Chase的一个积分换的 是先飞到San Francisco在那转机 然后到Honolulu 全程的话去城是13个小时 回城的话也是在San Francisco转机 大概一共花掉10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反正单程都要10个小时以上 但是直飞的话会便宜一点 大概8到9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这7天里边呢 我们是有前两天 前两天我们会在大岛 然后中间两天在可爱岛 最后的三天也 最后的三天会在欧谷岛 这样一共7天 然后那个夏威夷的话 一共有7个岛 它是一个群岛 7个岛 其中的三个岛呢 是要么是军事的驻地 或者是私人岛屿 一般的游客呢是上不去的 所以现在只限4个岛 4个岛从南到北的话 依次是可爱岛 Kawai 然后是欧湖岛 接下来是毛衣岛和大岛Big Island 这4个岛我们这次会去3个 我们除了毛衣岛不去以外 其他岛都会去 然后不去毛衣的原因 是因为听说毛衣比较商业化 然后我们比较喜欢野一些 所以我们在可爱和毛衣之间 选择了可爱 对 当然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如果你们去那边两周 或者怎么 你可以把4个岛都去一遍 然后岛与岛之间的交通方式 基本上是以飞机为主 因为它这个岛 其实离得没有那么的近 所以基本上 反正据我所知 是没有可以乘船过去的 这样一个方式 当然也不会有大桥什么的 因为每个岛都是非常独立的 这样子 只有坐飞机 像那边当地的航空公司的话 岛屿之间的跨岛飞行 都是夏威夷航空 大家要买票的话 直接去夏威夷航空的官网买就可以了 票价也不会很贵 大概几十刀 七八十刀 或者一百刀 来回 不是来回 是单程这样子 基本上的概况就这样子 如果我想到什么 反正明天再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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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